大家好 我们接着讲这个德国人的真实回忆录 它是根据一百多个德国人自己的回忆 完了把它整合成几个典型的人物 来说这个哈布曼教授的课 如果你只是听它的表面 你跑这来听课 你就会觉得这个博学的法学家 怎么就是毫无理由的从一个题目跳跃到另外一个题目 有时候你就觉得毫无章法 这时候哈布曼突然把这个课堂拉回到了主题 可以这么说吧 这个哈布曼教授呢 他在讲课方面和这个思想态度上 你可能比如说你头一次来听 你会觉得很分散不连贯 而且觉得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不重视 总之吧 他的表现呢 如果你听几次 一定会引起官方的注意 不管是他是百分之百的德国学统啊 还是他在学生中受欢迎的程度啊 都没法让他 这个避免他要自己玩的那个危险游戏 其实同学们也心里边很为他担心 课程呢进入了第二个小时 哈布曼呢就引入了青少年犯罪的这么一个话题 他说话呢很慢 但是呢让人印象深刻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诸位啊 那个一定很清楚 我们现在这个德国衰败时期 长期的高失业率 和如此产生的年轻人的道德败坏 在那个时期是令人震惊的 都认为是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原因 对于我们这些学习法律的学生来说 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当然了 这个很多的犯罪啊 青少年犯罪是里边最小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犯罪呢 客观原因都是环境所导致的 比如源于对生活的绝望 在这一切之上呢 是坏的榜样培育了犯罪 这也就解释了 魏马共和国晚期 一直有大量的青少年犯罪被起诉 然而很不幸 在我们现在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 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奇怪的 非常令人不安的现象 我们的青少年犯罪率不降 反升 而且到了令人恐惧的水平 我在这呢 给大家带来了一组对比数据 你们看到了吗 这个一般刑事犯罪 性犯罪和暴力犯罪 这几个大城市和中小城市 我都列的有 都是逐年的上升 他说你们看见了吗 特别是大城市中 成倍的增长 甚至啊 就是平均增长了三倍 而这个布雷斯劳 这么一个城市 他的暴力犯罪增长了46倍 有关这个话题呢 他说我推荐你们 读一篇刊登在青年德意志的 上面的一篇文章 我刚才引用的这个数字 就是来源于此 这个报纸 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靠谱的 法律期刊 就是他做出了这么一个判断 失业对于德国青年的这个道德水平下降 不再是重要的因素了 哈伯曼教授啊 说到这儿啊 那脸啊 又开始做那种类似 呃 外国人啊 反正扭曲的那种怪笑 然后呢 他就对着这个课堂啊 发出了一连串的 结问 难道我们不应该认为 我们国的这个生活的新秩序 我们的元首和给我们带来的新的道德激励和他的伟大思想 比如还有他的什么德国理想 会对我们的国家起到净化的作用吗 然而事实却是举目四望 我们看到的是污秽横流 看到即使是在德国衰败的年代 在魏玛时代都无法忍受的令人震惊的犯罪律的回升 这怎么解释呢 教授在这时候喘破了 不再说话了 这个前排的那个学生啊 就很有把握的想 这教授啊 胆打包天 他下面一定会给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 给出纳粹宣传部门通常的答案 外国人的阴谋 或者是耻辱的凡尔赛条约 于是呢 这些同学就会不可避免的 引起嘲讽的共鸣 这个学生啊 就身上起了 一层的一层的鸡鼻嘎的 他知道要坏事了 这时候啊 要是没人出来谴责我们这位聪明的教授 大家肯定是一起鼓掌起护 表示支持 然后呢 就是校长要出面 因为我们可能其中有谁去举报 然后我们全部我们全班这些人都得接受调查 哎呦万能的上帝啊 这可怎么收场啊 这哈伯曼教授啊 眯了一个一双眼睛 仍然看着这帮学生 还是保持着沉默 没说一句话 教室里呢 也是死一般的沉寂 同学们啊 都在紧张 期待着 等待着他们的老师 对当局或者是当局的捍卫者 爆发出激烈的愤怒和谴责 可是呢 每一个人呢 也在紧张的盘算着 我该怎么做呢 其实 这个班里边 所有的人都希望教授能够说出来 而且他们知道他会说出来的 可是只有等他真的说了 清楚的告诉我们 在这所古老的大学这个教堂里边 说出他要说的话 这些同学所希望的那个畏惧 那个畏惧才会真的到来 他不希望他们的教授 一直以来就对各种谎言 卑躬屈膝 他们觉得 他们教授说出的话 能够让这个大学 找回一点失去的尊严 这时候啊 突然一阵短促而大声的敲门声 打断了紧张的沉寂 两名穿冲锋队的那个制服的年轻人 闯进了教室 希特勒万岁 他们喊了 班里的同学呢 都勉强的 希特勒万岁 仪式过后以后啊 冲锋队员就走向了 哈布曼教授和他的讲台 后面怎么样了呢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